臨邊屋是1922至24年間興建 是當年太古堂廠的高級職員宿舍 臨邊屋樓高兩層 原本分為兩座對稱的單位 屋頂是中式流尼雅 不過在1941至1945年日本佔據期間 臨邊屋受到嚴重破壞 所以在1947年 太古洋行復修臨邊屋 並將中式流尼雅 改為油鋼筋運營土建成的平頂 並且將兩棟屋打通 二合為一 現在我們參觀臨邊屋的時候 還可以找到兩間屋打通之前的線索 去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 臨邊屋用地歸還給政府 在2002年 建築處開展臨邊屋的復修工程 並於2012年完成復修 臨邊屋其實是屬於愛德華時期的建築 外牆用了紅磚 而在地上和一樓的納面 用了跨越兩層的白色框圓 將油廊的部分框起來 就增加了視角的效果 它是一個一分為二的設計 臨邊屋其實由兩間半獨立屋組成 給兩家人居住 上次我們在平面佈局 可以見到沿著中軸線左右對稱的兩個單位 另外還有主廁分明的設計 分了主人梯和妹仔梯 主人生活的地方鋪上木地板 而工人工作的地方 就用上階磚和水泥地板 有寬闊的遊郎 可以阻止太陽直接射入室內 既可以擋雨 又可以讓室內的人出來透露 臨邊屋是1998年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不知道復修臨邊屋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挑戰呢 我們為了保留臨邊屋的原貌 我們其實都是根據它本身的設計和物料 去進行復修 臨邊屋的外場所用的紅磚是清水磚 因此對磚的大小尺寸、顏色、表面狀況、邊角修正 都有比較嚴格的規管 由於這種紅磚香港已經沒有生產 我們去找了很多不同國家的廠商 最終都是在唐山的一間廠商 找到它願意生產紅磚 來復修臨邊屋 復修工程的另一個大挑戰 就是在改建舊有建築做新用途的同時 又要符合現代建築安全的規格 例如針對結構的安全 場內的木樓梯就進行了鞏固工程 為了滿足消防的要求 場內就加設了消防花灑系統 而在郵廊上加設了指示牌 一方面可以給郵人提供資訊 另一方面就值此提高了 維蘭高度以符合法例的要求 一舉兩得 另外為了因應無障礙設施的要求 場內也新加了升降機 以方便不同需要的人士到訪 臨邊屋在2012年完成復修後 就肩負起另一項重要任務 就是推動香港的自然保育 香港的地方雖然很小 但其實都有四成土地 劃為郊野公園 除了讓市民舒展身心之外 亦都保護了香港的自然環境 所以香港是有很豐富多樣的自然生境和動植物 而紅屋位處於大潭郊的公園 則是充礦劍部份的入口 而亦會處於設立一個 以生物多樣性為主題的自然教育中心 功能上除了想為訪客 提供郊遊資訊和便利之外 最重要想大家知道 香港的生物多樣性是有多豐富的 從而出一分力保護我們的自然環境 令到我們珍貴的天然資源可以流傳下去 中心除了設立展覽郎可以讓市民參觀之外 亦都舉辦了不同的學校和公眾教育活動 例如電影相片 公眾講座 工作坊 和導賞團 可以讓市民更深入了解香港的生物多樣性 臨邊屋 由當年的企業宿舍 活化為大眾都可以享用的自然教育中心 成為一個屬於大家的大自然響道 成為一個屬於大家的朋友 作詞和宣布